方程豹终于开始秀肌肉了 用最难的方式干拔尼三锅 巴丹吉林的沙漠以高斗著称 形成了很多天然的沙坑 其中最有名的能够最大的就是尼三锅 它的海拔1393米 最长的坡度516米 让很多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 除了高斗还有几个难点 第一是当前的季节下 风向从东往西瓜 刀锋直接增加了七八米 而且沙面松软流动性非常的强 立体且不平衡 充满了很多你看不到的大坑和小坑 车辆的附着力瞬息万变 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车型 在爬坡的时候出现翻车的一些失误 除了驾驶员可能的操作不当以外 更多的原因就是车辆 感知层面的精度和深度都不够 从而导致了车辆的侧倾 那我们看豹5是怎么做的 它并没有为了增加越野性能 而去使用更加轻松的17寸胎 反而使用了大轮毂的公路胎 而且还刻意选择了电量仅剩30% 几乎是亏电末车下进行的充顶 我们看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的轻松 初期依靠大力出奇机 505千瓦的综合功率直接开冲 一般的燃油车大概可以冲到半坡的状态 就会遇到前面讲到的各种问题 执行层面的机械反应速度很慢 效率也就很低 但是豹5这边可以根据沙地随时变化的辅助力 再通过精度传感器 控制每个车轮和沙地的最大摩擦力 在快速的给到每个车轮最合适的作用力 来输出最佳合理的一个目标扭矩 听起来可能很复杂 但对于车主来说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体感 也没有觉得它有多难就直接冲上去了 那为什么说新能源越野车 对传统越野车是一次降维打击呢 除了动力更强 速车堪比改装车以外 最核心的点就是传统燃油车 一秒只能调节车子三到四次 而且是四个车轮一起调节的 而新能源这边的一秒就可以调节1000次 必要的时候还能输出负扭矩来完成通过 这种都是传统燃油车想都不敢想 也绝对无法做到的 过去那些很难大家望而却步的 在方程暴这边都会变得异常的轻松 你试想一下和朋友出去玩 大家开着方程暴一个一个轻松的爬山涉水 而你还在费力的用着你高销的技术来挪动 来涮锅的时候 你想不想下单一辆方程暴呢 steiger 9 technique 去下单一辆方程暴呢 of